给你一张鱼网 你能在野外生存45天吗 如果可以就能拿到百万奖金 很多人会说能住到节目组破产 然而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看看这一季的选手就知道了 今天是乔恩参赛的第二天 趁着雨婷她得检查下刺网 收网时传出的阵差也说明有货 看来这个标点选得还不错 乔恩在网上绑了根绳子 以后收放刺网就方便多了 三条鱼虽小但足够今天吃了 照这种形式一直发展下去 生存45天似乎并不难 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拉斯待了一天就开始流鼻血 不知道是喝无根水的原因 还是这只小虫子高的鬼 反正拉斯是不想住在这里了 今天他打算搭建永久庇护所 悬址距离海岸和小溪非常近 捕鱼和获取淡水都很方便 新庇护所将占地15平 所以拉斯需要不停地撸树 有了圆木第一步是做床铺 考虑到这地方常年阴雨超湿 拉斯特意把床做成了悬空 做好床接着是主体结构 这部分用的木材相对较粗 做出来的三脚架也足够结实 做完三脚架搭上一根横梁 最后把防水布固定上去 庇护所就暂时搞定了 细节部分后续还得完善 否则风一吹就会响不停 这两天除了喝水还没吃东西 他得尽快搞点东西吃才行 立维这边还是很明智的 一大早就来下刺网了 庇护所前期可以将就下 但食物获取绝对不能马虎 为了让刺网呈现出好的姿态 他在岸边捡了两个破瓶子 一个装满沙石充当千坠 有利于刺网充分展开 另一个可以充当大浮漂 做完这些将刺网扔进水里 接下来是吃大餐还是饿肚子 就全凭运气和鱼的心情了 作为一名资深陆亚玩家 立维表示还是很有信心的 斯汀昨天不是淋了一天雨吗 回想起来他也觉得很无语 今天雨小了 帐篷也有了 其他却手忙得不可开交 他却在帐篷下狗了一整天 第三天终于迎来了雨过天晴 本以为斯汀会找点什么东西吃 结果他什么素材都没拍 只留下一段无意义的背影 和拉斯相比简直不要太小气 拉斯根本不把观众当外人 洗澡时一丝不挂还高清 不得不说 这节目很人性化 乔恩此时正朝着岸边狂奔 因为他的掉线可能中鱼了 来到跟前一看 果真如此 他赶紧收线往岸上拖 这是今天补到的第六条 全部吃掉显然有点不合适 看来得见个鱼池储存一些了 利维的磁网也捉到了东西 数量和个头虽然不及乔恩 但最起码比饿肚子的选手强 同时也证明了这里是有资源的 这样就可以考虑永久庇护所了 新的选址距离临时营地很近 算不上最理想的扎营地点 但以他目前的身体状况 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折腾 嘴上说着搭建永久庇护所 现实却是家大版的帐篷 先不说起风时吵不吵 风大点直接就给先飞了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四天 拉斯入住新房后果然舒服 唯一的缺点是漏风和噪音大 所以他决定建一堵挡风墙 噪音的问题以后再解决 他先在地上打入四根木桩 然后把木棍卡在其中的缝隙 一层层叠加就能做出木墙 这两天没见他吃过东西 体力很快就消耗殆尽 阿里说他得找食物才行 结果他却玩起了游客里里 利维这边被折腾坏了 防水部一整晚都在哗哗响 所以他决定好好改造庇护所 前提是先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 昨晚梦到刺网捉了很多大鱼 他得赶紧拉出来验证一下 拉动刺网时果然有分量 大鱼有没有还不清楚 大石头倒是挂得很结实 没办法 只能冒险下水拖了 毕竟它是最重要的示范工具 好不容易把网拖到了岸上 结果上面连根毛都没有 利维的心态瞬间爆炸 接下来又是挨饿的一天